这天气象预报的大哥哥看着今天即将要下雨的天气 表示跟昨天自己预报晴朗的天气简直不一样 瞬间一脸垂头丧气 紧接着就被眼前扭屁屁的怪物给吓坏了 原来是小新在玩美人鱼的游戏 随后风间他们也过来了 妮妮看着眼前的大哥哥觉得很眼熟 你该不会是 被认出来了吗 到底是谁啊 寻思了一会儿便认出她是春日部气象的播报员 郑南说到她妈妈每天早上都有看 小新表示她妈妈也是 但是也常常在抱怨 那春日部会是晴朗的好天气 但是也有可能会出现多云时情的现象 因为每次都说得不清不楚 美牙表示这种气象预报每个人都会 郑南补充到她妈妈也在抱怨最近的天气都不准 瞬间让她心里无比崩溃 妮妮随即训斥到太胆小了 哎呀对呀你就是这样才会到现在都还交不到女朋友嘛 紧接着妮妮问她喜不喜欢那个急穿主播 然而又回答得不清不楚 小新表示就跟天气预报一样 大哥哥表示自己也是很努力在做 只是预报的准没人夸奖 预报不准就很多人抱怨 所以就越来越不敢说得太清楚 看到她如此沮丧 小新表示真伤脑筋 于是上前鼓励她一下 我们明天要去远足 你的预报觉得不能出错哦 这哪是鼓励简直就是在威胁 不过这位大哥哥还是不敢说出来 既然这么靠不住 于是他们只能通过丢鞋子来判定天气好坏 结果大家的鞋子都是正面 这代表明天就是晴天 接着这位大哥哥也要尝试一下 然而却是反面 小新表示应该是晴天 因为是预报不准的大哥哥丢的 然而他却不甘心还要再来一次 可没想到扔得太过头 结果掉进河里的鞋子还是反面 三老金呀 珍珠替她的前途担心呢 此时阿呆突然说到即将要下雨了 下一秒雨就来了 这让大哥哥一脸疑惑 阿呆表示如果要下雨 自己的鼻水就会拉得很长 真不愧是神呆 随后小新在雨中玩起青蛙游戏 看着小新这样都能玩得这么开心 大哥哥瞬间想通了 原来是因为太在意别人的眼光 才导致不敢说出自己的意见 只要像小新一样坦率直白就好了 到了第二天 降雨机率是零 所以请放心把洗好的衣服晾起来 出门去吧 今天说的这么有自信 美牙大吃一惊 随即还在电视跟暗恋已久的 急穿主播表白 然而却遭到了拒绝 现在我的内心出现了乌云 可能会发生局不好雨